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成为中国第一款 获批负条件上市的新冠疫苗 科技部说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变异会影响疫苗的效力 住北京记者郭永恩报道 新冠肺炎爆发之后 内地积极研发疫苗目前已有5款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国药集团星期三公布 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其中分析结果 显示保护效力有79.34% 达到世卫组织和国家药监局的相关标准要求 国家药监局宣布批准副条件上市 国家药集团已经于12月30号 已经依法副条件批准了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 新冠病毒灭会疫苗的注册申请 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 目前香港采购的三种新冠疫苗并不包括国药集团的疫苗 对于近日英国出现新冠病毒变异 科技部说暂时未发现会影响疫苗的效力 药监局说月中启动重点人群接种以来 已经接种超过300万剂次 出现不良反应 其中轻度发烧的病例不足0.1% 过敏等的比较严重的情况 就为百万分之二 已经得到及时处理和治疗 价钱方面 当局说疫苗是公共产品 强调定价必定是市民可以接受的范围 也是以全民免费为大前提 国家卫健委说 随着新冠疫苗生产供应保障能力逐步提升 将会全面有罪地为高危群组接种疫苗 然后开展全民接种计划 以达致应接进接建立免疫屏障 无线烈视驻北京记者郭永恩报道